瘦子一連三天的小巨蛋演唱會 14號完美畫下句點 而他在台上驚喜宣布 11月將前進高雄 不過在這之前女兒也即將要誕生啦 老婆更是連三天停著運渡 在台下支持他 他這次也很辛苦 因為他就是 他為了讓我可以專心準備演唱會 然後他就是幫我打理很多公關的部分 就是朋友來啊 然後要處理票務的東西啊 然後安排他們做什麼 就是所有的 可是他又大的肚子 你知道嗎 其實我不喜歡他做這些公司 我覺得他很辛苦 這樣 我在台上的時候都會一直看到他 然後他都會在不同的位置 然後每次在不同位置 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一直亂跑 你可以坐著嘛 你不要一直動 就是休息了這樣子 因為他就會在這邊招呼一下 在這邊招呼一下這樣子 對 所以 辛苦他了 那我都會幸福你靠賞他 我每天都在靠賞他 真的 我每天都在靠賞他 基本的我就是 差點想出一個標準 算了 因為他現在是主月 就是37週 所以意思就是 他任何一刻都會 都會降落 當然我超緊張啦 所以我今天把我的那個 婦產科的醫生也請來看演唱會啊 真的假的 我怎麼突發狀況 我們就在後台直接介紹 有沒有 這是一個父親的思維 我早就想好了 你看我的尿布換得很順 就是練習大運大兒子 就是他 你這樣追 你這樣 殺一批 不管你做多好的準備 我覺得到時候真的是實戰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 還是不一樣的 我就是盡量嘛 學習有關的知識 然後 對啊 希望多了解一點 然後 當然是給孩子最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